这三个孩子跑到长安城卖酒吧 没想到遇到了李世民三人前来装杯 为了赚钱给老爹分忧 瞎思妮操起长枪 暴桶成咬尽 亮兵器吧 看府 说好的 兽皮你全要了 小姑娘 这已经是我全身的家当了 算你识相 走 咱们收拾一下回家 天生神力 堪抵当年的赵王李源吧 等等 小姑娘 敢问这是何物 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 你想干什么 我爹爹说过 这个不可以给别人玩 小狼君误会了 我说的不是这只鸟 是摊子上的这根木棍 你是说这个东西 算你识货 这个叫做酒吧塔 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 什么东西都能打穿 小狼君 你可别跟我吹牛逼 你确定这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打穿 那不知可否演示一下 告诉你 我这酒吧塔不仅威力极大 而且射程极远 八百米之内 立志我都可以给你打碎 好好好 小狼君 此物你有多少 我全要了 此次出来我只带了十把 不过我自己可以制作 等下次来我再卖给你 什么 这东西是你自己制造的 那是当 火枪近期没有了 下次再说 这小子竟然会制造军火 当真是天助我也 老孙派人跟着他们 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住处 大姐 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 你忘了爹爹说过的话吗 爹爹说你的能力太危险 要是被坏人利用那就麻烦了 大姐 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下一次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呢 嗯 掌柜的 你们这里的粮食有多少 我全都要了 那来第三个小娃娃哦 你们有钱吗 来人 你三位大爷撞车 怎么可能有人气大冲 我一定是嫁就喝多了 走走走 咱们去华放星星就 这可真是好东西啊 射程这么远威力还能这么大 就是数量少了点 无碍 那三个小家伙不是说还会来的吗 而且就算他们不来也没关系 朕已经派人跟着他们了 他们是姐弟三人 该不会就是陛下要找的护国神童吧 老孙 你在想什么呢 陛下 陈在想这三个神娃的身份 嗯 火枪 大炮 陛下 那三个孩子 可能就是宁昭斯木想的护国神童 哦 说的对 朕刚才见到火枪一时兴奋 竟然将此失望了 赶紧去找他们 也许他们现在还没出城呢 爆 骑兵陛下 请陛下赎罪 树下跟丢了 啊 你说什么 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 几个小娃娃你们都跟丢了 灰陛下 他们骑着一偷打冲 速度太快了 树下根本追不上 不过看他们的方向是朝着城外的户头闪去的 哼 大宠 你他娘的还能更扯一点吗 陛下 可能是真的 嗯 不知陛下可曾听闻墨家机关术 当日三个神娃要炮轰长安城 他们的爹爹放出木头异兽 将三个孩子抓了回去 陈队照守城士兵的描述 确定那个木头异兽 就是失传的墨家机关术 哦 速速背马 我们去虎头山 下人不在大唐就意味着大唐再也不会有军 所以当李世民看到九八卡的威力之后 彻底绷不住了 大姐 你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在找我们吗 管他呢 他们到树林里就得迷路 不说这些了 赶紧搬粮食吧 等爹爹回来看到这些粮食 一定会很高兴的 今天挺乖嘛 嗯 都在家里等着呢 表现不错 哦 这些粮食哪来的 我就说你们不会这么老实 我瞎大头这么优秀的基因 怎么生出你们这三个混蛋玩意 老实交代 你们是抢了哪个山头 还是把城里的粮食店抢了 爹爹 你别再打小弟了 再打下去 瞎家就要断后了 爹爹 这些粮食真是我们买来的 我们想着替您分忧 就去了一趟长安城 然后就遇到了三个人 哦 天下怎么还有这种傻鸟 还一下出来四个 奇怪 奇怪 这次就饶了你 赶紧起来起锅做饭 爹爹 您的计划怎么样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救娘亲 快了快了 爹爹 娘亲是不是在皇宫啊 要是在的话 咱们就该进去 我们一家四口 一起出动 肯定能把娘亲救出来 对对对 爹爹 我又研究出一种新武器 到时候我弄个一百多架 迫击炮对准皇宫 只能给他轰他 保证皇宫里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就是就是 周边山头几千个山贼都被我打服了 到时候我让他们带上小弟的武器 我们一定能嘎进皇宫 停停停 咱就说你们娘亲还不确定在不在皇宫 就算在 你们拿着大炮去轰皇宫 这样一折腾 你娘亲他还活得了吗 嗯 倒也是 这件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娘子 你到底是谁呢 好 好 好